首都吉隆坡街头不时发生绝夺案 单单在今年首两个月 市区内就发生了194宗绝夺案 比去年同期的案例增加了三倍 尽管罪案频繁 但吉隆坡市长纳都斯里·阿敏诺丁却表示 不会在城内增设闭录摄像机 因为吉隆坡街头已经拥有超过1000部闭录摄像机 隆坡街头秘密区 阿米诺丁说,对比增设闭录摄像机,当局更想提升既有的基础设施,尤其是在一些设在罪案高风险区的基础设施,以便更有效打击罪案。